三月的天阴晴不定 这第二周时晴时阴的 周四还突降暴雨了 由于天气原因 花园劳作的时间就变得有限了 但春日里杂物繁多 所以只能努力抓住每一个好天气 给阳光房里的草莓做了修剪 去掉底下的枯叶 翻了翻土 希望今年继续结出又大又甜的草莓 土豆根据芽点切成块 放在阳光下晒几个小时 然后就可以种了 这次的土豆还是跟去年一样 种到了后院的花圃里 前院的小菜园里 韭菜三三两两的 这边也有 那边也有 这次把它们全挖出来 你再到一起 到时候收割也方便 清空了韭菜的菜地 填了些心土 目前还不确定要用来种什么 现在只是先把地给整平了 用小萝卜可以做沙拉吃 很容易种 三月到九月都可以直接撒种锅中 另一边撒了些菠菜种子 也是三月就可以开始种的 熬的时候要先装些土到育苗盆里 我这次用的是自家的堆肥土 加一些买来的基本土 土装到大概七八分满的时候 把种子放下去 然后浇水浇透 再然后呢就是盖上一层薄薄的土 再次浇水 这样就好了 我这次遇的是黄瓜苗子 还有一些混合的沙拉菜 生菜类的 只建议给育苗盆写上品种 日期方便以后查看 后院屋后小山坡那边杂草一片 虽然不怎么碍事 但是看着很多美观 于是做了一些清洁 就是运动量满满的一天 清洁完之后好看多了 家里的一盆绿纸已经又长大长高了 于是换到了一个更大的盆里 这样更利于它的生长 用湿纸巾培育的蛆皮牛油果盒 已经生根了 转成水培 用旧床单改成一个防尘罩 用来罩房车车前的出风口那里 因为停车场内 现在有木工在做火 很多喝尘 每次佛音机用完之后 最好做一下清洁 用小刷子刷去那些布料的纤维 在滴点油做一个小保养 这样可以延长机器的使用寿命 在阳光下做做缝纫 也是生活里的小幸福 网购德国亚超到货开心 这是在一个叫打加油的网站上买的 买119欧可以包邮瑞士 119欧大概130左右瑞士法郎 可以买很多 这周读了两本书 被讨厌的勇气和健康快到晚里来 后要多关注饮食 以及了解营养学知识 当然还有心理健康 最后来做一个减压的事情 最后来做一个减压的事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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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